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篇文字从第九十节到这一段都是属于无忌惮之物 造物造作物业 在现前社会 可以说是已经形成一种风气了 大家把这些事情都看作是正常的 我们在社会上每一个觉罗都能够看到 这个大的来说呢 不顺真理 小的来讲不顺理意 这个注节里头 诸位 看看呢 就都知道了 后面这一句 是悲亲相苏 儒家教学 必定是从亲激素 逐渐地来扩大佛物的范围 扩大佛物的效果 佛法 虽然讲到虚空伐界一切众生是一体 但是在行闭门也不例外 佛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和我以为 俗疑父母 俸死死死长 然后再把 俗疑俸死 扩展到社会 一切众生 可见得 释出世间的大圣大邪 教人都有一个倾诉 不违背这个顺序 这个里面的意义很深很广 我们要能够细心去体会 这两年我们走向了多元文化 我们与十多不同的宗教族群交往 于是有一些人批评 我们使气顺以效逆 背情以降速 对我们拿这些话来评评我们 曾经有人当面向李牧原居士质问 李牧原居士把我们自己 俗作所为这些四十真相告诉他 他也不错 当面忏悔 承认自己错了 错怪人 我们对于中国人 我们对于佛教 做的事情很多很多 没有宣扬而已 做一点好事 何必要大肆宣扬呢 与外人交往 有一些媒体报道 那是他们的事情 我们也没有希望他来报道 而多半是他们其他宗教主动 邀请这些记者来参与访问报道的 都是我们的意思 我们多少还接受中国古老传统的文化 懂得一点道理 卢家 佛家 道家都教到我们 要知道几英功 什么叫英功 做好事不要叫人知道 不要大肆宣传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默默地去做 尽心尽力地去做 没有世心 没有明文力 我们默默地在做 那么在做的当中 真的 如佛的教会 行门帮助结门 结门 佛家常讲的智慧开了 真正要开智慧 是一定要一教奉行 这个智慧 这个智慧才能开得起来 我们对于佛所讲的 甚深之力 佛性跟法性 逐渐渐渐渐渐渐 有了领会 有了体路 对于虚空法界 一切众生是一体 我们也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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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 不是一个容易死去 难怪是一发菩提心 这就成佛道了 禅安家所说的 阴心见心 见心成佛 这一发菩提心就成佛了 你们看看华严经上 语言叫粗著菩萨 叫发心住 发心住是什么意思呢 发心就是发菩提心 住就是不退了 不退才叫住 菩提心发了之后 永远不退了 叫发心住 我们今天发一念心 一个境界现行 我们立刻就退转了 所以我们不能成就 人家发了心 永远不会退转 什么道理呢 离于是他能够融成一片 他不是念结 所以能够住心不退 所以能够住心不退 我们没有到这个境界 希望到这个境界 那不能不努力 一方面努力求解 一方面努力去奉献 这个地方 注解里面 有几句话 我把它念一念 背情向述 不止一段 这个事情太多太多了 这个地方也不过去举几个例子而已 如满背父母 满着自己父母 也就是现代人说 他爱护他妻子的家庭 比爱护自己的家庭重 对于妻子的父母 他尊敬超过自己身身父母 这头一个是这个意思 对于兄弟 斤斤计较 对于朋友外人 慷慨大方 自己家族清寒不能照顾 看到别人的时候 他愿意照顾 这就是所谓的 不起所当厚 后起所当不 应该厚待的 你不带他 不应该厚待的 你去厚待别人 这个现象 在今天社会 非常普遍 你要问为什么 结论不外父 厉害两个字 这对我有利益 我对他好 这有条件 对我眼前没有利益 就不照顾了 父母年岁老了 我现在也不要他照顾了 我就可以不理他了 七党 七党 他能够照顾 所以我要特别厚照他 厚待的 厚待他 完全是功利主义 恩义 没有了 不知道 报恩 不知道 行义 这是造成今天社会的乱象 我们能不能责怪他 无量受惊伤 佛说得好 佛大慈大悲 能够原谅这些 做错事情的人 佛说得 心人无知 他上一代没有教好他 父母没有教他 老师没有教他 长辈没有教他 不知道得好 无有余者 没有人教他了 于是我们就不能再怪他了 这是社会非常痛心的一个现象 是世间动乱的根源 我们如果没有人教 我们也不懂 总算我们很幸运 得人生 遇到佛法 我们的父母司长 没教到我们 我们的长辈 没教到我们 我们今天 借着佛法的经教 明白这些道理 懂得 懂得 知恩 报告 懂得 人在世界 应当为社会 为一切众生 服务 不分彼此 佛教我们 对人 也是 从近 界约 我们居住这个地区 地区有灾难 当然我们先要帮助他 这是这样的时候 如果许许多多地方 同时都发生灾难 我们帮助谁呢 一定帮助靠近 然后再慢慢的帮助 远点 这是个道理 如果我们 现前我们居住地区 没有灾难 其他边缘地区有灾难 我们听到了 我们离开的远手 也要帮助 也要帮助 这个地方引用 孔老父子的话 父子的话说得好 不爱其亲 而爱他人者 为之被德 于信德相违背 不禁其亲 而进他人者 为之被礼 违背了离 这个地方 我们要学习 而且我们要警惕 不孝顺父母 而孝顺别人 这个人 你要对他提高 他一定是别有用心 不能尊敬他的老师 不能尊敬他的尊堂 而来尊敬别人 他用意何在 必定有企图 必定有他的目的 为什么呢 犯常嘛 这个人能够孝顺 他也能够孝顺别人 这是真的 真情自然地流露 他能够尊敬他的尊长 他的长辈 有爱他的兄弟 他对于外人的时候 也能尊敬有爱 这是正常的 这些道理 我们学了之后 要能用得上 凡是违背尝道的 在今天这个社会 我们遇到了 一定要有警惕 否则的话 你就吃亏上当了 到那个时候 后悔就磨叽了 他是来骗你的 他的目的 非常显然 明文力 总不外乎这些 与这些人交往 决定受大伤害 可是世间人 明白这个道理 这不多 必须要常常吃亏上当 到以后才有所进去 已经造成了重大的伤害 那么我们自己做人 一定要顺正法 在世间法里面讲 要顺利益法 中国人 中国人常讲 中国人常讲 减少过世 减少过世 事出事发的思议 这才能有成就 世间的成就 在佛法里面讲 是不究竟的 确定要在佛法上成就 但是世法虽不究竟 我们也不能够疏忽 为什么呢 利益众生 佛教导我们了 自他念力 自力之道 决定修 清净平等究 念佛求生净土 这个是自己 究竟圆满的成就 决定不能够修复 一切实 一切处 只有一个单纯的念头 尼亚弥陀佛 其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 行有余力 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 要懂得 随缘而不叛缘 为什么呢 对于自己的成就 就不会受到障碍 这一点很重要 可是诸位要懂得这个意义 这并不是消极 依旧是积极的 完全看 语言成不成熟 语言要成熟 我们认真 积极的帮助别人 是正法 九柱世界 不但正法要九柱 正法要发扬广大 记住 佛教导我们 普度众生 要懂得 普度这两个字的用意 普度并不是只有佛教徒 信了佛教 我读他 我不信佛教就不读他 这不是普度 你看佛在经论上 常常教却我们 语言根成熟的人 帮助他成就 这是讲佛教徒 修行人 语言根还没有成熟的 已经像佛了 对佛教有信心 有兴趣了 我们要帮助他 另外的是 没有善根的 对佛教完全不理解的 甚至于排斥的 我们要帮他种善根的 这才叫普度 佛师门中不舍一人 总要记住这句话 使我们在这一生 尽可能做到圆满 那么佛法 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说 使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它决定不是宗教 所以我们对于佛教本职 要认识清楚 是佛陀的教育 佛陀教育是属于哪一类的教育 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所以释迦摩尼佛的身份 用现代的话来说 他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 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工作者 我们这样给人家介绍 人家很清楚 不至于产生无悔 不至于产生无悔 令一切众生 普遍的多 这是我们应当认真努力的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了 咱们的朋友们就讲到 visualize 一切众生无悔 去年文化社会教育 没有必须的 不是要众生无悔 没有必须的 要众生无悔 没有必须的 不同